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PETRO NAS Pre-MAX 95 富含Pro Drive 自从新一代的Mazda 3发布以后 很多人就讲 哇 Mazda越来越不会定位自己的车了 其实不是Mazda不会 而是我们都知道 Civic 还有Altis 这两个同级对手 一年的销量 就已经是 Mazda 整个品牌的一半 甚至超过一半 也因此 Mazda 这一回 就将Mazda 3的定位抬高 选择将自己 放在一个更高的定位 不去和Civic 还有Altis竞争 Mazda 甚至 觉得Mazda 3这回的竞争对手 是Mercedes Benz的A Class 今天我们就来试一试 这款新一代的Mazda 3 看一看 它是不是比Civic 还有Altis 还要优秀 甚至 可以和A Class竞争呢 在全新的Mazda 3上面 它同样提供了两个车型 我身后的五门先备车 还有四门房车 它们所瞄准的族群 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设计 像是我身后的五门先备车型 它所瞄准的消费者 就是喜欢热血 喜欢运动 喜欢操控的 至于这个Sedan版本呢 它则是一辆造型比较优雅 实用性更好的豪华房车 在设计上 全新一代的Mazda 3 它延续了2017年东京车车上 开概念车的大量设计元素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是一个日本品牌 但是它却有韩国Opa的迷迷眼 看起来其实蛮凶的 另外它的车身非常的低爱 非常的有这个爆发力的感觉 先备车型上面 因为强调运动化的关系 所以原厂设置了这一个 双色调的前保鲜缸 双色调的空力套件 还有一个双色调的飞机围翼 主要就是凸显它的运动感 如果你是很喜欢一个运动车型的人 我相信这个Mazda 3 的设计 你应该会很喜欢 在这个头灯组的设计上 我真的要称赞Mazda 因为它的这个精致程度 真的不会输给一些豪华品牌 甚至比豪华品牌更强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细节的刻画 都是那么的精致 再加上它内建的灯源 是有点类似像是 Mercedes-Spence 的Maldi Bean 所以它支援了很多先进的安全配备 例如水平自动调节 或者是远近光灯自动调整等等 这样的头灯组 在 C-Segment 的日系车 甚至 C-Segment 的德系车 欧系车 你可能都看不到这样的设计 所以我相信 这个头灯组的成本应该很高 所以它只出现在 H-Plus 的版本上面 至于 Sedan 版本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体车身线条 是采用一个比较柔和的设计 不过它的这个车顶线条依旧是相当的流线型 整体显出一个相当优雅的一个姿态 不过 Mazda 还是不忘注入一点运动化的元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尾 这个排气尾管呢 是采用双边单出的一个设置 而这一回 Mazda 3 Sedan 它还有这个功能 遥控电动尾门的设置 内装设计一向来是 Mazda 的强项 而这一回在新一代的 Mazda 3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仪表板设计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样的设计呢其实很像 Porsche 的 992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仪表板 这一回也是采用极简约的一个设计 所有的按钮都非常少 而且非常的旧手 非常的符合人体工学 还有这个仪表盘呢 我觉得其实相当的漂亮 重点是虽然它是三环式的设计 可是它中间这个呢 其实是数码仪表来的 可以显示更加的多的功能 非常的精致 还有一点就是这一回 这个 Amgenic Connect 多媒体咨询依乐系统呢 它并不支援触控的功能了 反而它这次只可以用这个旋钮来进行操作 但因为它的这个设计其实很旧手 所以我觉得其实用旋钮来进行操作的话 其实是更加好用的 而这一回这个新一代的 Amgenic Connect 它也终于支援了手机互联功能 我只要将我的 cable 接上 这个显示荧幕呢 就会显示出 Apple CarPlay 的介面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使用我的手机里面的功能了 Mazda 一向来都很讲究人体工学设计 所以这回新一代的 Mazda 3 依旧是可以看到这个精髓 像是这个座椅设计 我觉得它的包覆 包覆做得刚刚好 相信在长途驾驶下应该不会腰酸背痛 对支撑性有一定的帮助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定位方面 我的这个驾驶座的姿势呢其实 设计的还不错 像是这个油门的这个位置 还有方向盘的距离 这些呢 都是做到刚刚好的 接下来我们又要讲它的置物空间啦 其实在上一代的车型很多人投诉就是 这辆车的置物空间很不够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 所以这次原厂在这个行车上面 它重新设计了这里到这里的空间表现 然后它取消了传统的手刹车 虽然说上一代的 FaceTube就取消了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 置物空间变多了 像是它新增的这个中央扶手 这个中央扶手质感很好 对这个皮革摸起来不错 然后你往后推向上拉 它就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可以说的是这个置物箱其实蛮大的 对你要放 iPad mini 都没有问题 对对对真的是蛮深的 所以你放东西搞定 而且又可以做扶手 对 这个设计很好 如果说你不想放这边里面 不用紧 它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置物空间 对 完全可以放在里面 而且是一个置物箱再加上两个杯架 对 绝对是够用的 对你要放什么东西都可以 而且它还有一个盖子 就是 你可能放了一些可能你的 卡啊 你的 Smart Tank 你不想给人看到 你放在这边 对 盖下去 就可以了 对 整体看起来也更加整齐啦 对 再加上它的这个抽屉 它还有一个抽屉 所以放东西的话其实也是OK的 对 不过这个抽屉其实还是会顶脚啦 对 它的置物空间表现来讲 其实算是非常不错啦 好过上一代很多 对对对 现在这一个就是 Mazda 3 的后座空间 你可以看到 其实没有 没有很宽啦 没有很出色 没有很出色 尤其是前部空间其实蛮 已经很亲密接触了 有一点紧迫 然后再加上中间这边 因为它是有一个全轮驱动的版本 所以它有这个凸起的面积 这个中央区有吗 对我做的话我必须这样子做 然后它中间就比较高一些 所以我已经敲头了 旁边应该还好 旁边我做的话是还OK的 我觉得这辆车如果是后面坐两个人的话是OK的 因为它腿部空间还有头部空间都还够用 只是说中间的乘客 就会看到像Ivan现在做到有点 有点压迫 这样子的话很多车坐两个人都是OK的啦 只是 还是那句啦 我相信会买Mazda 的车的人 应该不会去太在意这种所谓的空间表现啊 他们要的只是一个特别而已 所以这个空间表现你们自己看 你满不满意 Mazda 的车款在安全配备上一向来都是相当的丰富 那今天这一台新一代的Mazda 3 也不例外 它全车系都标配了7G安全气囊 那第7G呢其实就是在这里 驾驶座的这个膝盖部位 除了安全气囊以外 它也是全系标配了主动式安全系统 包括了 DSC Traction Control ABS EBD 这些都是全系齐全 此外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一辆 High Plus 车型 它还导入了上一代 Mazda 3 就有的 i-Active Sense 现境主动式安全系统 不过 这个现境主动式安全系统这一回多了一个功能 那就是 主动式定速巡航 原厂称为 MRCC 那虽然 这一台Hatchback 它是定位比较运动化的一个 车款 不过 原厂还是不忘照顾家庭的需求 因为 在我身后这个 后座座椅呢 它其实就有两个 Isofix 安全以扣 OK 那我们现在首先先试开这个 Sedan 版本的新一代Mazda 3 我一上车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它的隔音表现变好了 整台车跟上一代的Mazda 3 比起来啦 是比较宁静了一点 上一代的Mazda 3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最近采驾 它给我的感觉其实 它的车整体都很不错 就是它的隔音有一点点 差不是一点点 其实蛮差的 对 在同级来讲它 基本上 你讲它是最差的话 其实应该也没有错啦 我对它最挑剔的地方就是 它的那个台噪声 的明显 对 那这一个新一代的Mazda 3 其实 传进车厢的那个轮胎的那个噪音 其实 不会很明显 是有不明显 对 不过我相信可能因为它是用着一个 比较性能胎的关系 像这种车你不配新能胎其实就得浪费啦 讲到新能胎 这一台车它的动态表现 Mazda 一向来 最出名的就是在它的那个操控表现 还有它整个驾驶乐趣方面 这个新代Mazda 3 刚才我有在高速公路 试开了一下 它其实还是有维持那个水准 很多人都质疑嘛 新一代的Mazda 3 换了这个 Torsion Beam 的后悬挂 这个设定 所以 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Torsion Beam 到底会不会影响这辆车的操控表现 我的答案是 我刚才感觉是 其实不会 其实给我的 给我的 给我的话我要 为Torsion Beam 讲话一下 就是 Torsion Beam 很多人会认为 哦 用Torsion Beam 的车操控一定会差的 然后我们就讲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就是这个 CV Type R FK2 还有这个 Megan RS 它们操控会差吗 不会 主要的原因是虽然说它的这个是Torsion Beam 但是它的Torsion Beam 和我们一般认识里面的Torsion Beam 是不一样的 像这种 偏欧系 欧系或者是偏欧系车款它们所用的Torsion Beam 是比较粗壮的 所以 它给的刚性会比较高 然后它在控制这个车身动态 例如说车轻啊还是什么的时候 它的表现其实也是不错的 所以That's why 这个是为什么 其实一些欧洲车操控很好的 其实它也是用Torsion Beam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3008 308 也是Torsion Beam 然后我记得 Ivan 那时候你去日本的时候 Mazda 的工程师有讲 它们选择这个Torsion Beam 的原因是因为 它相比Multi-Link 它可以给到比较 更速的一个反应 更直接的反应对这个我是赞同的 因为我其实也试驾了几天啦 所以我觉得 它们不是用嘴讲而已 它们是真的有做到 对 我个人觉得目前它的操控 在日系的C Segment 里面 还是一个比较粗色的 我觉得还是数一数二的 对对对 它并没有影响这辆车的动态表现 对 只是我可以感觉到的一个差别就是 在过黄线还是过一些不平坦的路面的时候 你还是会感觉到Torsion Beam 的感觉 它的特性 对就是它左边和右边一起都传来震动的感觉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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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个人是觉得可以接受啦 你觉得 我觉得还好 嗯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Powertrain 这个动力配置它的 输出很线性 对 完全 Sky Active 一向来它的那个 那个引擎还有它的那个变速箱呢 配合都算是 挺完美了的 那在这一个新一代的Mazda Trip 我觉得是 更加进一步了 因为我记得上一代的Mazda Trip 我试开的时候啊 很多时候我在操车的时候 我必须要使用这个Petal Shift 来推挡 来完成这个超车的动作 可是这一代呢 我只是要 只需要 把油门踩着一点 那个变速箱就马上反应过来 马上推挡 如果我觉得还不够快它还有Petal Shift 对 而且对 这一代还是依然有配备这个Petal Shift 所以 还是能够提供一定的驾驶乐趣 不过我必须要讲的是你不要 必要认为说我们讲它线性它就不快 其实它很快 它的速度还是很快 只是它没有了那种涡轮的 爆发力 对啊像比涡轮的话它就 少了那个爆发 少了那个贴面 它很柔顺 对 然后其实它要快它是能快的 它还是很快 试一下Food Trotter 60 80 100 100了 其实是挺快的 只是说那个加速的感觉 没有那么的暴力 对它还是快的 我反正觉得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线形呢 线形的加速表现呢 对乘客来说也算是一种好事 对对对 坐起来比较舒服 像这样刚才Food Trotter的话 我没有什么感觉其实 我觉得OK 你的乘客不会抱怨 对对对 然后在同一个时候 身为司机 你身为这个驾驶 坐在驾驶座呢 你还是可以感觉到一定的乐趣 这个动力配置已经不只是足够了 不只是够用吧 呃 偶尔你要去跑一下 你要去浪一下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对 而且加上它的这个操控表现 哇 坦白说我真是有点中毒了 如果Sedan就那么好 这样的Hashback要来做吗 对 OK啦 现在就去试看Hashback 看一下Hashback怎么样 OK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Hashback上面啦 其实我觉得Hashback好像比较舒服的感觉 对 为什么可能 可能轮圈吧 也可能是太压太高还是什么 对 不确定 轮圈的尺寸其实我相信也是有一样 因为我们那个Sedan是Hash版本嘛 对 Hash版本是16寸 对 这个是18寸 所以我会 其实我会觉得它的路感比较明显 可是坐起来还是很舒服 还是舒服 而且重点是 它的操控真的是另外一个等级要 对 我一上车我就明显感觉到 这个版本比较灵活 像是过我这个弯 哇 完全是不拖淋袋水 很直接很直接 嗯 它 它的特性有 有一点说 有点接近这个 我之前驾过 感觉最类似的车是B&W的X2 UKL Platform 前驱车 它给我的整个感觉是这样 它是有前驱车的车性 但是 它不会有那一个 转向不足或者是方向盘延迟的那一个感觉 就是它的指向就很精准 非常的精准 然后给你及时的反应啊 对 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准 这精准到有一点点 让我哇 不是有点线是蛮哇的啦 然后 如果 Sedan Sport的话 那么我要Hashback要干嘛 Hashback就是要更加Sport嘛是不是 对 我上次觉得这个引擎声都有点不弯 引擎声是不是真的是不一样 它比较 而且这个还是普通模式哦 不是Sport的话我还以为你已经开到Sport的话 没有 这个普通模式 它的普通模式下它这个引擎的声量其实也比较凶一些 呃 讲真的这个开的还蛮提升一下的 OK 前面有一个弯 我可以告诉你没有弯是过不了的 Handbrake 拉一拉就过了 可是这两个Handbrake 是哦怎么办 OK 我们就照过啦 哇哦 哇哦 Torchion Beam 又怎样 老实说我感觉不到这是一台Torchion Beam 的车 Torchion Beam 又怎样 刚才那个弯真的是很稳的过 对 呃我我我都有一点吓到了这样子的 我刚才那个速度不慢 对 我刚才那个速度应该有70到80啦 我有一个大弯 对 我没有一个大弯真的让我有哇哦的感觉 这家车是很 感觉它重心蛮低的 它重心低而且 没有什么感觉到侧情是不是 对 我也没有说来跑来跑去是这样的 所以Torchion Beam so what 真的真的 真的是有另眼相看 OK 现在 我觉得它的悬吊真的是舒服过舍然很多 嗯 是不是 对 悬吊真的舒服过舍然很多 你看像这种 减速黄线 它没有什么多余的余震 对对对 过滤到很好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试一下这个Sport Mode 给我的话 Sport Mode 不用心 但是这一个 Hashback 一定要 然后 声音 声音马上不一样了 诶 这台车好玩 这个真的好玩 我没有想到那一个弯它真的过得到 当然你会感觉到它那个 其实 它的车尾是很 它车尾有点调皮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车 屁股已经向外甩了 飘下对 前轮车甩屁股是一个 我不知道怎样讲的感觉啊 其实这个感觉我在之前试开那个 Mercedes Benz A250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我来讲是蛮好玩的一个感觉 前轮车甩屁股的感觉 所以你会觉得 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磁股 可是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设定 对对 飘下飘下 很好玩 是很好玩的 对 这台车我觉得 如果我以这个Hashback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它的操控在日本的C Segment里面 应该是没有什么对手 因为在上一代的 上一代的日系C Segment 当然Audix我们不讲它是一个比较家庭设定 很多人直接就是Civit Mazda 3 其实在上一代的车型就是FC和上一代的 Mazda 3 我会觉得就是 其实它们是半斤吧的 就是有一些情况下Civit比较好 有一些情况下 Mazda 3 比较好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可是这一代的话我是觉得 它最少超越了它本身的上一代车型的20%左右 所以那个操控是你做下去你就会觉得 这个真的是好操控 进化版的那个Civit Mazda 3 了 真的有人车一起的感觉 对 超车 超车 OK的 对 然后讲真的我 我刚才我基本上我没有用到这个Petal Shift 因为它这个 它这一个的 它的这个变速箱的逻辑 其实我觉得 这一次这个换挡逻辑有比较好 比起上一代的Mazda 3 更加好 对我言 其实有一个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就是 Mazda 的 变速箱 它是在 它从这个Sky Active 的变速箱在2012 年推出之后 其实 有一些车主投诉就是不灵活 换挡不灵活 不够及时 不及时 然后它就慢慢调整 很调整 听到现在在这个全新的Mazda 3 上面 我觉得它已经是 所谓的5Tune了 对对对 甚至我上次在开 CX5 2.0 的时候 我已经有感觉到它的变速箱有比较进步了一点 嗯 这一个是更加好 这一个更加好 我根本都不需要去用Petal Shift 对 真的是踩油 靠油门 对 油门反应就可以 油门你身踩 它知道你要更多动力的时候 它就会降挡 对 OK 自然进气又怎样 Totion Beam 又怎样 妥妥的 棒棒的 给你选的话你会选 Hatchback 还是 Sedan 我是不会买 Sedan 的人 我本身也是会选这台 因为这台真的 明显感觉到比较热血 所以怎样 试完了之后你有没有觉得 它比它的日本对手更好 肯定 这肯定 有没有接近 A-Class 我觉得其实它和 A-Class 真的是 那个距离其实并不远 是是是 真的真的真的 这台车 我本身 我驾这台车 我都吓到我 因为 它的质感真的是 另外一个等级的存在 它的整个中控台啊 它的门板 其实很大面积都是软的 而且它软的地方就是 好像人的皮肤 你在摸人的皮肤一样 它是真的那种很柔软的高档皮革 不是那种 比较中档的皮革 你真的感觉到 它就是豪华 我可以说的是它这个整体的表现呢 其实是已经是和日系对手有一段距离了 比较接近 BBA 可是可能没有到 BBA 的那个程度 可是已经很接近了 这个我有别的看法 我觉得它和 BBA 的这些可能入门的车款 例如说 A-Class 可能 A3 它已经差不多水准了 已经在那个等级了 所以我觉得 可以 真的觉得可以 我觉得在 只敢不说啦 在驾驶表现方面 它带来的那个驾驶乐趣 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的 真的真的 驾驶乐趣 Hashback 真的是一流 Sedan Puik Sedan 其实也是不错 而且它在 给你一定的乐趣之余 它还有带给你一定的舒适性 还有实用性 也是可以考虑的 不过如果你问我 我还是会选这台 其实 Mazda 对这两辆车的定位 其实就真的是很精准 这一台车是给 你要操控 可是你要使用性的人 对啊 我会说它是一台 比较偏向豪华的一个高端房子啦 豪华 优雅 而这一台车就是 操控热血 热血 真的是热血 就完全是 和我非常的match 我非常喜欢这一台车 我本身是很追求 驾驶乐趣 还有整体的那个驾驶感的 我也选这台 所以 Golf 170 千 这个 160 多千 你会选哪一个 哇 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一个决定 可是 坦白说我会看这一辆 多几眼 真的 是我一定选这辆的 一定选这辆 然后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留言就是讲 160 多千 买 Mazda 3 值得吗 其实对我而言呢 16 万 看这两台车 因为这两台车其实已经进化到 另外一个定位了 另外一个等级了 和其他日系对手来相比啦 我觉得是有一段距离了 所以 如果你问我的话 16 万 我真的会再三看这两辆车 而且 我会建议你 去试开 去试驾 我或许会赞同很多 读者朋友讲的就是 价钱高 但是 我还是觉得这台车是 真的是值得推荐的 对 真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价钱 可能太过高的话 我会建议你去试驾一下 它的 操控很好 配备齐全 质感一流 安全配备也够 对 也很足够 可能就是那个空间 其实你会看这台车的话 也不会太在乎那个空间的表现 会看Mazda 其实 空间已经不是 对已经不是那个重点了 对已经不是重点 所以 我还是建议你 还是那一句 去试驾 去试驾 去看看过后你才做决定 可能你真的会改观 好啦 如果你们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我们有空我们会去看看 然后去reply 今天的测评影片就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拜拜 记得不要 忘记点关注追踪 对 下次有新影片 YouTube 就会马上通知你 拜拜 拜拜 拜拜